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在即将播出的武侠剧英雄之中 诚意将为观众展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武侠世界 与传统的江湖侠客形象截然不同 卢云这一角色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内涵 正悄然改变出我们对英雄的认知 作为剧中的灵魂人物 卢云的历程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马楼开始 但他的故事却展现出平凡之中的不凡 令人感慨万千 卢云并不是典型的英雄 他的武功虽未必顶尖 却通过对世界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 揭示了英雄与平民之间的微妙关系 正如著名评论所说 诚意饰演的卢云 虽然不符合传统英雄的标准 却在许多观众心中被视为天下最好的人 这一设定让我们明白 真正的英雄并非只在刀枪剑影中 而是在逆境中依然坚守理想与信念的人 剧作者孙小通过卢云这一角色 探讨了更高层次的精神内核 与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单一性角色形成鲜明对比 在金庸的作品中 英雄们常因道义而援助他人 而孙小的卢云则更加注重内心的善良 与对理想的执着 尽管他的武功并非最强 但他对社会不公的关注与对人民的责任感 使他在这个江湖中显得格外闪耀 诚意在此剧中的演绎也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体验 他不再是莲花楼中那个光芒四射的少年天才 也不是沉香如谢中那位艺人之下的帝君 在英雄之中 他化身为一个追求生存的穷小子 从家扑一步步奋斗到状远 这一路的艰辛 不仅体现了角色的成长 更让观众感受到生活的真实与残酷 诚意对卢云的理解与诠释 展示了一个更加复杂和深邃的人物形象 他把心中的理想与信念都融入到了角色中 真正实现了为天地利心 为生命利命的追求 在这个过程中 卢云不仅仅是一个武侠角色 更是一个在历史洪流中坚定前行的灵魂 然而 剧中的情节并不简单 卢云的虐心程度将会比以往任何角色都来得深刻 甚至引发观众们的共鸣与泪水 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人物关系的变化 将让人心潮澎湃 感同身受 观众们在追剧时 备好至今已然成为一项必修课 随着英雄制的即将上线 诚意的表现引发了广泛期待 无论是对角色的深度解析 还是对传统武侠的在思考 这部剧无疑将成为2024年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 观众们将迎来一场关于勇气 理想与爱的武侠盛宴 而诚意在这一过程中的蜕变与成长 也将激励更多的人重新思考英雄的真正意义 无论你是诚意的忠实粉丝 还是热爱武侠的观众 都不容错过这一部充满深度与感动的作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